回到现场不管是不是读苹果还是政策一些冲击呢 今天台北股市出现重挫 成为亚洲股市跌幅最多的一个国家 那么我们看到在盘中的一个表现呢 甚至在收盘我们这个指标股 这是股王宏达电 今天跌破了500块钱大关 485块钱创下今年2月以来新低 为了提振士气 宏达电在近期可以说动作频频 先是在之前帮大家掌握到了 他挖角的前高盛并购大将张嘉玲 来担任财务长 那么赤字三亿的企业总部也即将落成 新大楼新风水能不能逆转胜 我们来看记者深度的报道 从门口的地砖到后头的田园造景 工人不断的穿梭忙进忙出 不过每个动作都是小心翼翼 施工刻意降低音量 因为这座即将落成的抛光白色素面大楼 里面的员工都是最顶尖的研发工程师 为了在新店记者背后 这一栋红达电的大楼耗时三年 也即将在三个月内正式完工 大楼内部白色混搭玻璃帷幕的简约设计 仔细一看每一层楼都有宽敞的休闲区域 空间比较大 还不错 就都蛮齐全的 这边还没好吗 就比较有些奇怪的味道 红达电新总部打造完美的舒适空间 到时候2000多名的员工陆续进驻 新的财务长张嘉玲也即将来到这里迎接新挑战 戴着无框眼镜 短短的西装头 45岁的张嘉玲 尽管之前是高盛银行的合伙人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科技人 从清大毕业之后 赴美取得普林斯顿 奠基博士 跟宾州大学的MBA 还担任过摩托罗拉工程师 丰富的精力也让外界看好 张嘉玲未来带领红达电 在并购跟战略伙伴的策略布局 新大楼跟新人士 抢在今年完成 而大陆布局也迈开了新的一步 超薄机身搭上4寸大萤幕 跟全新的系统 宏达电为大陆三大电信业者 定制的龙系列手机 以1999元人民币 大约之前产品价格一半的破盘价 台币万元有早 在大陆正式开卖 在大上之前推出的 万系列新机网 扩大全球化的布局 毕竟EPS创架七个季度 新低的宏达电 面对三星 苹果等对手 也是来势汹汹 要重返巅峰 今年表现更是关键 我看过人家的iPhone 我试一下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HTC的 主要对手南韩三星 市值攀上1910亿美元 成为亚洲最值钱的科技公司 而今年的股价 也上涨了26% 美国Apple股价 更飙升超过50% 4月5号更创下 每股633美元的新高价 而公司的市值高达 5900亿美元 反观宏达电 17号股价重挫6% 跌破500元大关 485块来到今年2月 以来的新低点 市值也萎缩到150亿美元 股价跟去年5月 创下的历史新高 1300元相比 足足跌掉超过六成 随着新产品不断的推陈出新 宏达电如果没有办法 恢复过去两年的高速成长动力 专家悲观认为 未来恐怕很难 再跟三星苹果平起平坐 甚至跟大陆的华为 也很难相抵辩论 面临套漠化的危机 多产事务院张慕祥 中文报道 晚安 晚安 再来